吳委員好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就三項 三項重點 昨天有看到一個很有趣 其實這個動作很不好 因為當時你在人事行政局的時候 我們當時不是有提到說行政中立法嗎 行政中立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我們昨天看到一個 我想應該最好是不要這樣子 因為會長講話 我昨天看到我們王勤鴻部長 拿著這個反會刑的扇子 本身當部長再發扇子 但是我們自己的這個 這個縣長候選人 雖然是來到地方 縣長陪著這個部長 但是會讓人家感覺 有一種這種變相的這個弧顯 這個是非常不好 因為既然行政中立法 我們就要自我規劃 自我約束 也要自我規劃 因為既然你行政單位裡面 那麼貼個紙叫人家說 你不能進來敗票 那你自己 這個我們是部長在那個地方 在花那個反會錢 然後結果這個 這個市長就在背後 跟著在那個地方握手 這個會讓人家講話 如果人家拿出來做文章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會有 我希望說你身為聶順部長 是不是能夠交代裡面 這個我們各縣市的候選人 是 他們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應該去注意這一點 是 像委員報告 我沒有辦法交代那個候選人怎麼樣 但是我會交代我們內政部的所有的公務人員 要維持 要遵守行政中心 你們應該怎麼樣子 技巧性的去跟他講說 我們自己的人 在那個地方採嫌 然後結果又 部長在那個地方 人家會講說 這個變相 變相浮嫌 這個很不好 雖然他會 反會嫌很好 但是不要讓人家講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在這個地方 就這個 剛剛可能很多 委員也提到 其實今天這個 耐性的這個 嚴警 他是一個新的這個嚴警 可能在經驗 處理技巧上 可能不足 但是我發現到 發現到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不是他 本身處理事情 處理案件的這個 不足 從一開始就 就有問題了 從開始 他是 從情務中心裡面 情務中心 就背情中 他是一個背情 當時他是在背情 是 那背情中 這個背情的這個嚴警 背情 照理來講 他接到緊急 這個這個 這個狀況的時候 那麼被指揮 調派去 協助這個處理 照理在協助處理的時候 應該要有 執勤中 這個執勤中 執勤中的這個嚴警 那麼一到 裴容器才對 因為他背情中 他對狀況的這種 發生可能一剎那之間 他沒有辦法馬上進入狀況 所以應該有 情務中的嚴警 或者是 當時 派出所的人 那麼 陪著他去才對 那今天這會發生這種情形 其實 從派出所一開始 就出問題了 這個派出所裡邊的這個 所長的指揮 指揮派他去 一開始 處理就有問題 為什麼讓他自己一個人開著 他的這個警車出去 警車 是因為情務的需要 而且這個是一個 對通緝 通緝要犯 是一個重要的這個情務 就對面對的一個重要的情務裡面 你這個派出所的這個 所長 他本身就要叫 他的這個 手裡面的這個嚴警 那陪他去才對 然後你有說 叫一個背情的這個人員 那麼他在是一個背情的人員 然後自己開了這個警車過去 我可以說 耐性嚴警是很負責任 也許他很負責任說 接到這一個通知 馬上開了這個警車過去 但事實上 在派出所裡面的 的這種 這個系統裡面的 指揮系統裡面 出了狀況 今天第一個 這個所長就不能原諒 我認為所長不能原諒 因為他在處理過程 調派處理過程 非常嚴重 患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從派出所就出狀況 那麼當然這個嚴警在裡面 照理來講 他這個警備車 他帶了這個通緝要犯 而且這個通緝要犯 他本身又是一個非常重大 當時他涉及到 這個對軍中的這個攝影 照相攝影 後來被傳喚 傳喚不到被通緝 他是一個通緝要犯 面對這種通緝要犯 當時在現場 這個抓到這個通緝要犯的時候 開車 本身是不是當時束縛掉 我不清楚 這個嚴警 或者是嚴警 這個嚴警 帶對人 帶人處事 他處理可能是比較 善 他是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比較善良 比較善 這個這個 就用做人 比較實在的人 本身比較善良的人 比較善良的人 所以他就 不忍心把他扣上 靠上這個手銬 手銬 不忍心扣上這個手銬 結果他自己受到這種傷害 那其實在警備車 對面的通緝要犯裡面 這個 我們的教育 警政的這個教育 本身就要叫他說 無論如何 一定要有這個嚴警 在背後 我們上了這個警車是 手銬一定要靠住嘛 是 對不對 那結果手銬也沒有靠 也沒有靠這個手銬 就算他自己要開車 他也要把他 靠上一個手銬 靠在這個這個車子裡面 因為警備車裡面 旁邊都有一個鐵桿 對 都有一個鐵桿 那照理來講 應該是扣在先 扣鐵桿 陪同他的這個嚴警 在現場那個嚴警 應該先 就車上這一位 這個通緝要犯這一個人 那麼先 這個把它處理好 處理好以後 才能夠啟動 他的車子 開到這個分級過來 結果這個動作都沒有做 這個就表示什麼 表示整個 整個嚴警的教育信念 危機處理 出的狀況 鬆散 對從學校的教育到 平常你們的侵入 侵入 教育裡面 你們有例行的這種 這個 這個侵入教育 這個信念 侵入信念 從侵入信念裡面 我認為要加強 從這個案例來講 警政警察的這種侵入教育 可能是流以形式 可能已經流以形式 所以 你今天身為一個部長 我希望你能夠 請我們這個署長 是 我請副署長 說明一下我們 情務教育 要加強一下 謝謝吳委員的指教 就剛才吳委員提到這個 我們 警察的長年教育 今天我們教育主導 你如果要打的話 我希望你從第一個 我說派出所的這個 這個所長 你要怎麼存分 這是非常嚴重的 就情務的規範 整個環節都覺得 是出了一點問題 這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徵照 我們警政署規範的 那個標準作業流程 那就是SOP 他沒有徵照 我們規範來做 所以每一個環節 幾乎他都有 需要檢討的空間 那是一個整體的問題 我想去 一開始 很明確答案 我要你做一個很明確答案 從派出所裡面 這是人命關天 非常煙望 從派出所 他本身叫了這個 背情的這個 耐性嚴謹出來 要有在派出所裡面的 勤務人員陪著他 到現場去才對 這個過程都沒有做 我跟吳議員報告 如果按照我們 勤務的操作的 標準所 所責的話 是應該 勤務的這個 這個接班的警員 接到這個勤務啊 我們背情的人啊 雖然是背情 但是他是 勤務的狀態 他是勤務狀態 不是勤務狀態 是背情狀態 有需要支援的時候 他會屬於支援的 在我們的勤務的規範當中 他就是勤務 他就是 就是勤務狀態 他隨時就可以接受 指派出去出勤務 那指派 你們有 這個指派出去 他面對一個通緝要案的時候 你們派出所的這個 所長馬上要 應該應該 指定一個派出所的這個 嚴謹陪著他去嗎 對 今天他錯了就錯了 就是說他 能力的不足 加上他在 不可能 能力不足 好啊你說能力不足 我請問你 你查一下 你去查一下 當時派出所的這些勤務人員裡面 他們那些人在做什麼 那因為現在 你能不能答得出來 我剛才說 他的人力不足 你先跟我講說 勤務的 當時派出所內 正在執勤的這個 嚴謹有多少人 他們那些人在做什麼 不可能派不出來嘛 沒有比這個通緝要換 這個緊急的這個勤務更重要的 對不對 我不相信說 派出所裡面都沒有人 那如果說派出所裡面 沒有其他的這個 這個執勤人員在的話 那你這個派出所裡面 就有問題 管理就收散 管理就出了狀況 那我也講沒錯 就是他整個的制度 這個勤務的派遣 在主管方面 他是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他整個系統就是沒有 那你現在對主管怎麼處理啊 你在 現在怎麼處理啊 台北市這個大概已經把它調理縣子 極大鍋 調理縣子 小鍋 兩隻小鍋 已經調了嗎 調理縣子 兩隻小鍋嘛 是是是 只是兩隻小鍋 調理縣子對他未來 他將攻 其他的這個來抵就好了啊 兩隻小鍋可以抵啊 將來對他不痛不癢啊 當然對一個失去生命的一個 對他對一個失去生命的人不能交代 對對對 兩隻小鍋齁 這個首長他還是 將來可以 將攻抵過啦 齁 這小用兩隻小鍋齁 小工齁 就可以抵掉一個 一個 兩隻小小鍋齁 一個大功就可以抵掉了 對不對 對他不痛不癢嘛 因為你們嚴禁裡面喔 嚴禁啊 這些要技工 要技工的 機會太多了 隨便找一個理由 抓一個小鍋 抓一個竊盜 隨便辦一個刑事案件裡面 或在一個 這個 嚴毒要換你 馬上就有一個功能 那一個功能 一個馬上就抵過了嘛 所以對他來講 不痛不癢啦 只是暫時性而已啊 暫時性只是做給社會看 但是對這個死亡 這個死氣的這個 這個嚴禁喔 說真的 不能交代 你現在對這個嚴禁怎麼樣 呼吸啊 對他的家屬怎麼呼吸啊 按照我們現在的 因公訓職的呼吸啊 大概可以 領到大概一千兩百萬 的左右 應該齁 這個是特殊狀況 你們應該特殊特別辦理齁 我希望你們 你們在 我剛剛所提的這幾個要件裡頭 從這個嚴禁的這個 訓練啦 包括學校的這個交易 裡面喔 應該加強啦 部長這個學校的部分 可能要麻煩部長直接交代啦 這個警察學校裡面的警官學校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信念的時候就必須要 是 報告委員 我昨天下午 剛好就 原本就安排去警大 警大部分我已經 跟校長還有一幾個 系所的主管都講過了 那警專的部分 我會也在近期內 要去警專 去視察一次 不好意思 我最後一條 顯示發文的部分 我再處理一下 是 這個選區包括 選區發文的部分 我想 在這個地方我要就叫一下 這個直轄市的這個 縣市之行政區 發文 由中央主管機關 或相關直轄市 縣市 這個所謂的這個 或 或 這個行政區 劃分 由中央主管機關 他是就於這個 像立法委來講 他是一個單一選區 單一選區的這個 單一選區的 單一選區的 然後是 是只選一位 那當然這是 由中央主管機關 那我現在要講的說 貨 這個貨因為彈性很大 彈性很大 你這個裡邊 有沒有包含中央 中央的這個 行政區 對不起 請教委員 您現在講的是 第幾條的貨制 第七條 第七條 的第一項嗎 第一項第一管 第一項裡面的貨制 對 這個貨制的彈性很大 因為你在行政區域 劃分 由中央主管機關 或相關直轄市 縣市 這個裡面就 就就就 太籠統了 因為你財性太大 你這個不兵戒嘛 你這樣說 中央選舉 由行政 行政區域 中央選舉 由中央主管機關 來 來這個 這個 這個主辦 那這個 就以這個縣市議員 像是市長 由 這個直轄市 或縣市 縣市 主管機關來提出 這樣才對 你這樣子一個貨在裡面 那等於是這個條文裡面 將來 你沒法沒了 你知道嗎 你將來這個這個到時候 你這個整個解釋 條文的這個解釋裡面 會讓地方政府 就是說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它其實它是一個 地方政府 不管是直轄市 或者是鄉村市 或者是地方政府 都是 可以用貨制 來做解釋 這個 這個非常寬鬆 這個 這個條文 我認為你們當時在寫的時候 沒有去注意到 呃 向委員報告 這個條文如果 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 它正式要保留 就是 中央可以提出 或者是 相關的直轄縣市 主管機關可以提出 那就對啊 對 那你中央選舉 就由中央提出吧 中央的七億化文法 好比說 直轄市的七億化文法裡面 這個地方提出來 提出來 要經過中央同意嗎 以我們最近的縣市合併改制來講 就是由這個相關縣市提出 但是我們當然也保留中央提出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是為什麼會有中央主管機關 或相關的縣市可以提出 我們這裡講的是提出 你這個提出的部分 我認為說應該想 就是說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 或由中央主管機關 這個 令定法令 單行 令定 這個法令 令以法令定之 因為應該這樣比較明確 你知道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 你說這個 這個提出的部分 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我認為這個裡面 應該這個貨制有它的爭議性 是 向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的理解是一致的 只是說文字上是不是容易引起誤解 我們再來跟委員請教一下 內政委員會他們修法的時候 他們在去討論 我也不是本委員會 我也不是本委員會 那我再另外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依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 應按選秀名額化分同合選舉 另依公職人員選舉 選報法三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選出 應選名額一人之縣市行政區為選舉區 應選名額二人以上之直轄縣市 我現在請請問一下 因為你現在知道 這個台北縣 現在升格為這個直轄市 那台北縣大概幾個這個立法委員 你們現在有沒有規劃出來 向委員報告 那個立法委員部分是在 有沒有真的 不是在這個行政區劃法裡面規範的 我知道 但是你就有提到這個 應選名額二人以上之直轄縣市 按其名額在行政區內 發分同類之選舉區 選舉區 選舉區的劃分 選舉區的劃分 會不會變動 現在我們所有的這個選舉區裡面 會不會變動 向委員報告 我們行政區劃法是不涉及到那個部分 選舉區以現在這個選舉區裡面 將來當然 以你們這個條文 修改這個條文裡面 將來是可能選舉區的變動 選舉區的變動 涉及到的是這個地方 選罷法 還有這個選區劃分的一些辦法 那那個部分如果按照第七屆立法委員 當時在選舉前是有一個 那個劃分的原則 對 但是現在因為下一次要選的是第八屆 所以可能我們會請中選會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進度到什麼看 我不知道 當然現在還沒有正式選出來 對這個要 因為中選會最近才改組完畢 對還沒有出來 你現在知道 你內部應該大概在年上 以台北線來講 現在新的這個 升格為 合併為之下是這些 他們立委的名額 其次應該是不增不減 在台北線部分應該是不增不減 對我們以人口來算的話 好吧